哈囉,大家好,我是宋定祥 今天呢,一樣要介紹這個勞動訴訟程序特別法 那要繼續介紹這個勞動訴訟所遭受的批評 現行的勞動訴訟所遭受的批評 那今天主要介紹的是說 舉證責任的分配不當這樣一個批評喔 那關於民事訴訟上的舉證責任 其實在民事訴訟法已經有一個一般規定囉 那也就是說民事訴訟法的第277條規定說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示公平者不在此限 簡單來說就是 訴訟上的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那就這個事實就應該負舉證責任 那關於這個舉證責任的分配 那我國實務上主要是採取所謂的 法律要件說的特別要件說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指說 我們應該將這個法律上效果發生所必要的事實 分為特別要件事實 以及一般要件事實 那進一步 我們應該讓這個主張法律關係或者權力存在 變更或消滅的當事人 就這個法律關係發生變更消滅的特別要件 負舉證責任 至於這個法律關係的發生變更消滅的一般要件 只有他造負舉證責任 好這個真的很抽象喔 那來舉個例子吧 譬如說 那在這個 譬如說 賈他很有錢 那一 他可能因為資金走轉的這個需求 他就跟賈來借錢喔 那他可能就跟他借了一百萬 那但是最後清長期借制 那賈也早就給這個以一百萬 那 以 卻持不還賈這個一百萬 也就是說在這樣一個 消費借貸契契約中 那 可能被告清長期借制 不是被告就是 借用人他因為清長期借制 那不返還這樣一個金錢的時候 那 那 這樣的一個出借人 他可能 就作為原告來對於這個 呃 借用人提起 借款返還訴訟 也就是說 在訴訟上啊 原告可能就會主張說 他對於被告 有一百萬元的 借款返還的債權 那要求被告返還 請求命法院判命 被告返還原告一百萬這樣 有這樣一個幾副聲明 那被告呢 可能就會否認說 我沒有向他借錢啊 我只是說 我們之間的那個借錢的 那個意思表示喔 其實通謀虛銳啦 我們其實 在我們之間 並沒有這個消費借貸合意 好 那 對於這樣一個訴訟呢 我們應該先了解一下這個 實力法上的借款返還請求主 應該具備怎樣的一個要件喔 那 呃 比較特別要件就是 呃 那個借用人跟出借人之間 應該具有這個消費借貸的合意 那並且呢 出借人呢 他應該 交付借用人 金錢 那畢竟他是一個藥物契約嘛 那 並且呢 這個清淡期也借制了 也就是說 消費借貸合意 交付金錢 清淡期借制 這三個比較特別的要件 那其他可能 意思表示 呃 好 所以說啊 回到訴訟法上 回到這個案例 那 在這個案例中啊 袁槓呢 他應該就這個 因為他是主張 法律關係 他主張這個借款返還請求權存在 的人 所以說啊 他應該就 法律關係的 呃 發生的這個 特別要件付舉證責任 也就是說 袁槓呢 他應該就 借款返還請求權存在的 特別要件的具備 也就是說 消費借貸合意 交付金錢 以及 呃 信仰期借制 這樣的一個事實的存在 付舉證責任哦 那被告呢 因為他是主張 這樣一個借款返還請求權 不存在的人 所以呢 他應該就這個 呃 法律關係 呃 不存在的這個 一般要 呃 就這樣一個借款返還請求權 存在的一般要件的 的欠權 也就是說 就像他的抗辯 兩招之間 他是出於 通膜虛威意思表示 而為借貸合意 這樣的一個事實 來付舉證責任 也就是說 他要藉有這樣的事實的主張 那 來舉證說 其實 兩招之間並沒有 呃 消費借貸合意 這樣的合意是一個 通膜虛威意思表示 好 就這樣事實付舉證責任 那 好 這是 一般的 舉證責任的介紹 那其實啊 在勞動訴訟上 勞工呢 往往不知道如何主張 有利於舉的事實 不是如何舉證 甚至舉證困難 甚至如果有 聘過律師的話 可能 呃 也因為某些因素 而不知 應該 為如此的主張 那例子說啊 就像剛剛這個 欸 舉別的例子好了 比如說這個 請求給付工資訴訟中 勞工呢 應該舉證 兩招之間 曾經締結 勞動期約 以及具體約定的工資數額 然後呢 這個 如果要證明這個工資數額的話 可能需要一些文件 比如說 工資清澈 但是這種工資清澈 這種相關的 證明工資數額的文件 往往就掌握在雇主的手上 一般情形下啊 勞工也通常不會保留 或是 呃 也無法取得工資數額的資料 所以如果在這樣的情形下 基於這個 五期評審法例 可能呢 我們就可以按照 民事訴訟法第277號 淡數的規定 減輕勞工就 這樣一個 約定工資數額的 適時的 證明度的要求 減輕證明度 那或是呢 我們可以客語 雇主事案解明協力義務 或者文書提出義務 甚至呢 基於這種 勞動關係的特性啊 我們可以轉換 舉證責任在雇主身上喔 另外呢 針對這個 文書提出義務啊 其實 呃 勞基法 把勞動基準法第七條 第二三條 第三條 分別有規定說 雇主應該被制 比如說 勞工名卡啊 勞工工資清澈啊 勞工出行紀錄啊 有這樣一個規定 那這樣一個規定 如果搭配民事訴訟法 第三百四四條的規定的話 我們就可以承認 雇主啊 在訴訟上就有 這樣的一個文書提出義務 那並且呢 我們可以就按 呃 並且呢 呃 我們可以按照民事訴訟法的 三百四五條或者 兩百八十二條之一的規定 在雇主他不服從法院所發出的這個文書提出命令的時候 比如說 他不提出 那甚至他銷毀 違反這樣一個證據保存義務 違反這樣一個證據保存義務或證據提出義務的時候 客與雇主一定的制裁 那就像 剛剛所講的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五條 以及 呃 兩百八十二條之一的規定 譬如說我們可以 呃 法院可以審酬情形啊 認為 呃 他造 關於該證據的主張 或是 依該證據 因政治事實為真實 可以客與雇主這樣一個 訴訟上制裁 也就是說 你至真實之間接強制 好 這個 舉證責任分配的不當 就大概說明到這邊 那 今天就 今天就先到這邊囉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